三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在此之际 涌现出树不尽的英雄豪杰 他们无论谋略才智 还是忠勇效益 都是为后人屡屡称道的时代 在乱世的末期 未属吴政权最初的建立者接连世事 他们好不容易成就的事业 也逐渐交给了后辈 都说打江山较为容易 可守江山就难得多了 继位者多数都无法与先辈齐名 建国之主和守城之君两者 在功绩上也是无法相较的 他们各有其优势 在乱世之中 群雄逐鹿 能打下自己的一片江山 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想在此基础上守住阵地 不被蚕食 进而再行扩张之举 那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才可能成功 在三国末期的这些继位者之中 他们或许无法与前辈相比 然而也尽己所能做到了最好 在这些人之中 有一位虽然名声显著 却为人诟别 很多人都认为 刘备等人费力建成的蜀汉 最终还是毁在了他的手里 但凡他是一个能力得住的君主 蜀汉能走的路 也会更长久一些 这个人就蜀汉后主刘善 大家都叫 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可是是真的如此吗 他若真的如此不堪大任 刘备又为什么 偏偏选了他做皇帝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 汉昭烈皇帝 主要有夫人三个 两个妾室 然而战乱纷扰 实际上后宫到底有多少人 已经无法戏旧了 比较有名的有 汉中王后吴氏 在刘备称帝之后 随即立位了皇后 史料之中记载他没有生子 所以说 刘备实际上没有嫡子存在 在史书之中 刘备有名可循的儿子 总共有四位 其中三个是亲生的孩子 还有一个是任养的义子 义子名叫刘峰 是刘备去荆州之后收养的孩子 当时刘善还没有出生 这个义子乃是刘备最大的孩子 刘峰恐无有力 屡有战功 然而却走向了其路 最终功亏一捆 湘凡之战中 关羽率军进攻曹魏 却不幸被围困在此地 无法脱身 这场战役 最终没有攻取襄阳和凡城之地 反而导致蜀汉连世荆州三军 关羽父子也被东吾俘虏杀害 而在此战之中 关羽被困之时 曾经向刘峰请求过支援 可他却听信旁人的挑拨离间没有发兵 可以说 直接导致了关羽的身亡 挑拨离间之人 则担心刘备等人的报复 直接投降了曹魏 刘峰在后续和曹魏的交战之中 也丢掉了上庸举 随后在诸葛亮的建议之下 刘峰被刺死 其次是刘备亲生的三个孩子 这几个之中刘善是最为年长的 他生于战乱之中 幼年的生活也是多灾多难 要不是有赵云他们在 这个孩子还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刘备称帝 从刘备自立为王到称帝 刘善一直都是他继位者的首选人员 为了培养这个孩子 刘备也是用心颇夺 让诸葛亮给他抄书 给他找教材 找老师 悉心培养 哪怕是在弥留之际 也为他做尽了打算 刘备还有两个数字 一个叫刘勇 一个换刘李 也都在其称帝后 被分封为王 刘勇曾物宦官 而后主刘善 却听行了皇后的挑拨 导致兄弟逐渐疏远 十多年间都不得相见 而刘李 则是英年早逝 在刘善继位后 没几年 就早早离去 在古代社会之中 尤其是时间较为靠前的历史历 君主继位多时历敌历长 刘备没有嫡子 若遵循嫡子或长子这个规律 历刘善是最好的选择 在诸多关于刘善的历史故事之中 这个人的形象 一直是以蠢笨 吃傻的形象出现 是难当大任 怎么都扶不起来的君主 蜀汉也是灭亡在了他的手里 在他去往洛阳之后 司马昭设宴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实际上也是个鸿门宴 想要看看 他和蜀汉的旧臣们 有没有再次心服汉事的心思 在研习之上 司马昭专门安排了蜀地的乐舞 想试探他们的反应 臣子们大多都是触景生情 只有流善 还是喜笑颜开 开心看表演 司马昭不仅要安排表演 还要往他们心上扎刀子 专门问刘善 是不是很想念蜀的 是不是很想再回去 这个问题一问出来 但凡刘善说个想 说不定明天他就得伸手一处 刘善给司马昭提交的答案是 乐不思蜀 这个回答 也是引得宴会中的人 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中的刘善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没心没肺 不念故土 只想着自己安乐的人设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究竟是真的吃傻至此 还是为了活命苟延残喘呢 诸葛亮作为刘善的老师 和辅证之臣 他绝对是最了解 这个孩子 品行究竟如何的人 就算是因为君臣之别 不能直言犯赏 那也不会把一个傻子 硬夸成智者 刘善十八岁的时候 诸葛亮还夸他颇有天资 人善敏捷 还礼尽下沉 刘备 诸葛亮等人为蜀汉 呕心沥血 聚功尽瘁 刘善自然是无法与他们比较的 可说他什么也没干 那也是偏见 他可是三国时代之中 在位醉酒的皇帝 乱世之中 能做到偏安异于 完全信任父亲 为他留的公骨之臣 这也是许多统治者 没能做到的事情 在他统治的前期 发展农业 与民休息 为蜀汉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也为北伐提供财力物力 然而在统治后期 过分重新换官 做了甩手掌柜 陷进部里朝政 而最终在曹魏大军 濒临城下之际 直接向其投降 移居洛阳 很多人都认为 刘善开门投降 失去了男儿血性 不是君主该做的 可他此事已经到了 别无选择的地步 三分天下的格局 蜀汉早已不占优势 而朝廷内部国力空虚 城下之间也矛盾破多 奋力顽抗的结局 只会使得蜀汉内部生灵涂炭 刘家宗亲蒙难 届时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 立刘禅为太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三国格局带来的影响 汉中之战 为蜀汉迎来了 最辉煌的时刻 刘备趁此时机自立为王 刘善则为王太子 本来在汉中战 刘备跟曹操硬碰硬还打赢了 蜀汉也有了立国的本钱 可相反 宜邻之战 直接把刘备打回了解放前 相反之战中 荆州有三个郡都归给了东吴 蜀汉则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地没了 人才和将领也没了 钱也没了 不仅是失去了大片的土地 损耗了人力物力 也为仪陵之战 埋下了失败的影线 再加上孟达还判了曹魏 导致刘峰驻守上英郡等地也没了 实在是雪上加霜 而随后发动的仪陵之战 虽然东吴和蜀汉 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元气大伤 可东吴在陆迅的正确指挥下 好歹还拿到了荆州 可刘备这边 只能往西迁移 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战争失利 蜀汉节节败退 不止多位将领 在战争中身运 损兵折将的同时 就连刘备也因此身心俱疲 经过这几次的战争之后 蜀汉已经没有了再拼的实力 偏安易于 休养生息是最好的选择 刘备最终停在了永安 再退那不如直接把蜀汉拱手送人了 次年便逝世于此 也有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 弥留之际 他将刘善和蜀汉 都托付给了诸葛亮等公骨之臣 更是直言 要是刘善没有才能 那便可以取而代之 这句话是真心还是绸缪 也是不得而知的 可结果就是 诸葛亮一心一意辅佐新军 聚功尽随 刘善作为刘备的长子 从出生就寄予厚望 将他作为了继承者努力培养 严请民师指导 白帝城托孤 为他定下辅政之臣 他的继位 刘备不仅仅是刘备一个人 对于立敌立长观念做出的回答 更是蜀汉内部博弈的结果 刘备拿下荆州之后 又入住一州 此时的政权内部 实际上是分为两个派别的 先是一直跟着刘备 以诸葛亮等人为首的荆州一派 其次是一州本土的世家大族 刘章虽然到了 但他们的势力扎根在此地 盘宗挫杂 也是不容小觑的 刘善本人就出生在荆州 是荆州派臣子从下看着长大的 更加熟悉 在刘备的几个孩子之中 刘峰虽为义子 但他却是最有能力和刘善角逐太子身份的人 然而 经过关羽生死一世 荆州派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他继位 诸葛亮更是直接建议刘备杀了刘峰 说这个人是个莽夫 等你百年之后 恐怕是不太好控制 刘峰已死 刘善自然成为了第一顺位 外敌环四 蜀汉内部也已经没有能力承受内乱纷扰了 若此时随意更换皇帝人选 不仅是荆州派不同意 一周这一边的人 恐怕会直接借竿而起 重新夺回一周 并且能跟刘善竞争的人 只剩下了他两个弟弟 年纪比他还小 一旦刘备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幼主继位 那不等于是 就给臣子壮大的机会 诸葛亮在的时候 或许还能压制 可若是都不在了 蜀汉又何以为继 年幼的君主 又怎么维持朝内的平衡 曹魏和东吴 难道不会趁此时机 一举拿下鼠地吗 这些内容 都是刘备要权衡利弊得失之计 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而结果就是 利流善是唯一的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